无意中发现同事的手机信息里 再给领导打你的小报告 此时你会怎么做 我主要是看是哪位领导 如果这个领导跟我关系很好 我就会根本就忽视这个 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你表现你自己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这个领导跟你不熟悉 就是把它记在小本本上 当我们俩有冲动的时候 我会说我早就知道 然后也被 我早就知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 打小报告这个问题 在任何一个公司可能都会存在 那首先要看 他报告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真的呢 那我觉得你可能会用一种巧妙的方式 去向你的领导告诉他 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这个方式会比较巧妙 而不是直接去戳穿他 如果这个事情本身是假的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不用去理会他 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是对的 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是自己忙自己的工作 把自己业务做好了 比研究这种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更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 汉原 我现在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你今天应聘的是英语的培训师 对吧 就英语方面的 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更多去展现一下 你在怎么去教别人英语的能力 而不是你自己自身英语的能力 因为这是两个概念的事情 你就这样 你就把张正斌 当成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教他一点英语 所以就是想象之许 想象这是一个男人 你要了解一下我的英语水平 不用 不是 十五岁的 不了解男人来了之后 你不是让我很尴尬吗 他就基本上基础绘画都不会 你教他一句 比如说能见老外能打两个招呼就行了 我就是我教的全都是就是用英语说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他对于这个 我觉得教训方面可能还是 就是我们那个这儿就是 就是他分两个阶段嘛 Elementary 全都是用英语教的 刚刚你的回答来讲 我觉得其实在教学方面 我感觉你的这个水平 还是挺基础的 我其实当时那这儿 就有一点那种就是心猜的感觉 就是挺有落差的 其实我没有特别适合他 支持他 对 我支持他 好的 有问题 有困难可以找我 好的 对 来 第二轮选择 学后来 还有两战胆 谈节目上战胆 你是特别让我尊重的一个选手 真的 就是你拼命地想要把一件事情 去给做好 去给学好 结果你把英语能学到雅思的口语的七分 没有一股真的决心和韧尽 你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来这里我可以支持你 一边在读那个自考 大专 本科 因为我一直做教育二十年了 你这种认识我保证你一定能读出来 对 我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被你画的画所打动的 对于你来讲只是选择 因为你选择任何事 我想你都能做得很好 你进来我公司的时候 第一个是我们做美妆教育的 我想把你的定向的 你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的方向 是美妆教育事业部的培训部的主管 对 要不要谈钱 不谈不谈 很难得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就是想问您管不管住宿 是这样我们住宿 上海哈 对对对 不是北京是吗 对因为我们只有上海 就是现在啊 但是我们一年以后 一年以内我们就会有北京的需要 就可以转到北京来 我就是想问马老大 我想问一下您那个工作 就您给我提供的工作 他用得到英语吗 用到当然用得到 用得到 但是这样子的 用得不多 用得不多场景 十秒钟做出自己最后的选择 得上传媒 松鼠AI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得上传媒 在他选择马瑞的内构 我不知道是对是错 但是我感觉到了 他的意思雀跃 因为他在生活的压力之下 在这个舞台 终于释放了一次机会 可以让他真正地想做他自己的事情 我能感受出那种有选择感的欣喜 祝福这个小伙子吧 马瑞 随时欢迎来我这里 我完全是 我觉得你选的那条路 是符合你的个性的 其实在马瑞那边 人生是可以变得非常灿烂 我觉得是有这种机会的 但是有风险 我今天让你把这个风险减少到零 如果在那边没有特别的成功 如果你想要离开 你就来我们这里做保底 好不好 特别棒 特别好 一号演 我从今天开始凭你 再见 谢谢郭老师 再见